今天呢就来做一个无烹沙无浇水的史莱姆吧 首先呢需要汤匙和碗 之后呢再加一些水 之后呢还有一个沐浴乳 加上沐浴乳就当做是浆糊 之后呢就不停的搅拌 直到的它们两个完全融在一起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还有分享这支影片哦 之后呢我又加了一些lotion 因为我要它有粉红色的感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很像融不进去 可能因为我水太多了吧 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搅拌 这首歌好听吗 是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哦 之后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就是加入盐 盐就是拿来代替彭沙的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想要达到100个订阅者 可是呢它竟然变成了溪水 本来应该这个时候就会变史莱姆的 唉失败了 好伤心啊 没有关系我们试另外一个方法吧 现在呢我就想要来尝试另外一个方法了 所以我就首先加入一些润发油 就是conditioner 马来西亚的话啦 然后可是还是很稀 所以我看了另外一个方法 他们说是加玉米定粉 然后加很多玉米定粉 然后再加那个洗衣液 就可以成为史莱姆了 所以我们来试试吧 现在呢就要不停的搅拌 让它成型 之后呢我就把它们两个融在一起了 当中有加一些水 之后听说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放进洗衣液 就会变成史莱姆 可是直接告诉我是不会变成史莱姆的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来试一下吧 可是呢它越变越稀了 所以我们又失败了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到最后呢就用回原石的方法 来做史莱姆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成品啦 蓝蓝色的是不是很漂亮呢 那你们就欣赏吧 还没有追踪我instagram的记得去我的instagram 可以看到很多的史莱姆影片哦 还没有追踪我instagram的记得去我的instagram可以看到很多的史莱姆影片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并且分享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